塔利班媒体信息中心负责人9月7日表示 阿富汗新政府准备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 并随时准备为中外投资者提供稳定和安全的商业环境 一天前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曾经表示 在确认塔利班已经接管了潘杰西尔之后 宣布成立新的阿富汗政府 这位官员表示 正如穆贾希德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们的新政府将与中国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关系 我们的行为将对所有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有益 我们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没有问题 当被问及伊斯兰酋长国当局是否会鼓励和邀请 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在阿富汗开展业务时 他保持乐观并且强调该国正在寻求扩大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阿富汗其他五个邻国外长举行的 网上会议上敦促阿富汗新政府信守承诺获得国际承认 来自伊朗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的外长出席了会议 王毅表示 阿富汗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仍然面临人道主义 民生 新冠疫情等严峻考验 一些国际部队还可能利用政治 经济和金融手段 给阿富汗制造新的麻烦 他表示 邻国都希望帮助阿富汗摆脱混乱 应该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对阿富汗局势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王毅还表示 阿富汗局势的变化 给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带来复杂影响 他敦促塔利班坚决切断一切恐怖势力 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和打击恐怖势力 王毅指出 塔利班近日宣布不再生产毒品 中方愿与各方共同采取行动 打击本地区跨国毒品犯罪 保障人民的生命和福祉 王毅表示 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 中方决定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 越冬物资 疫苗和药品 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设改善民生的项目 并在阿富汗安全稳定的情况下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阿富汗建设改善民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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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建设改善民生的项目